我再总结一下 一个是要综合语言上文化上 就是人文交流上交朋友的方法沟通方法得到位 第二是aggressive 你要不切一切的机会去试去去问去去找 而且每一次沟通的时候技巧上也得对 不光是就是为了联络联络 第三最重要的 我觉得第三最重要就是 就是真的不要放弃 这个讲起来很cliché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他们找工的时候 刚开始非常用功 然后发现完全没有回应 对完全没有回应 什么都没有 就发进去网头了 发邮件了 打电话留言了 也没有人回应 完全没有 对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真的是你自己这个人的跟自己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斗争 嗯那呃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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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说什么 我不是美国人 我不是美国护照 我不可能的啦 你看谁谁谁 他们也是找不到工作 都那谁了 是吧 然后其实 对这种话 我有几个反驳 第一就是 对的确是有不少人找不到工作 但是也有不少人找得到工作 这是第一 那第二呢 我就觉得是 当你找工作的时候呢 你要明白这是一个marathon and then all you need is one that's it 所以你找了一百家 没回应 没关系 你找一千家 没回应 也没关系 但是你找一万家公司 一定会有 我自己深深的相信 一定会有一家公司 如果你自己本身不差的话 会收录你的 我这个是自己 我非常相信那个东西 你当时的时候 你想啊 09年底 是吧 10年的时候 已经是金融就不能再差了 就没有人在招聘 对 大家还就是fire 人还来不及呢 这种情况 你能找到 显然是肯定是坚持下来了 对 我特别有体会你说的 你不能give up 因为这个东西当时 你记得你投了多少的简历 多少的 就是多少的 不一样的公司你投了吗 对 应该这么说吧 因为我那个时候 做了很多networking 我也发了很多email 那我觉得 从 我开始对金融有兴趣的时候 which is my sophomore year 到我拿得到 在纽约工作 我应该有 我才有5000到1万封email的吧 是吗 哇塞 对 真的 对 真的 不同的networking event 不同的resume send不同的resume 不同的application 就是为了找工作 对 对 5000到1万个 对 我当时我记得特清楚 当时我 因为我是一年毕业的嘛 对 我又晚了一年 读研究生一年半 然后呢 我是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投了80家网身 因为那网身也很麻烦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一个 一个一个投 然后投完了 又得发cover letter resume 还得改一下 是吧 小改一下或者怎么着 80个里边 当时可能有不到10个面试 最后下来 我觉得这算多的是拿到了4个offer 当然有些是很低的offer 或者是 我之前在实习的时候给我的offer不算 我就想 你看 我已经认为我当时很优秀了 GPA没有问题 奖学金什么该有的都有 也会说话 是吧 小伙长得也挺帅 但是 80个里边出40个offer 而且这是很高的 我觉得 让我都觉得有点discouraging 对 是吧 因为4个里边还有两个 一个是认识的 一个是之前工作的 一个是大家可能谁都给的 对 就是让我觉得 哇 这个太累了 对 要不要再读博呀 或者怎么 你知道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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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5000到1万个 你想你写到第4000封信的时候 你是什么个心态 是吧 但是我完全特别同意就是 这是一个长跑 对 你不要上来就这两个礼拜 我使这身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三个月每天你都在投三个工资 对 我觉得这个也跟你到底多想要留在美国工作 你的决心有多大 因为如果你问我 为什么你可以写5000封 1万封email 是我真的很想要拿到纽约银行工作的经验 别的纽约给你结婚了 对 因为我觉得我拿到这样的一个经验 基本上我以后可以tackle这种东西 因为纽约银行的经验 工时很长 然后跟差不多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 然后高压又累 是吧 花的时间又多 人家又很聪明 你得持劲拼 对 可能我5年里面 2年就可以学到5年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我觉得当时候一个年轻小伙子 就是很想要有这样的一个experience 所以我是有这个非常大的决心 Brian 我觉得这个会特别有价值 对家长来听 因为这个要提前有准备 有心理准备 对 确实不是一个就是 诶 杯就有了 或者能碰巧 认识人 或者是能搞的一件事 对 这需要其实是很早就开始改自己 对 准备自己做的一件事 对 听上去 听上去 我觉得有的时候听这些话 它不是特别硬的 就具体的一个方法 但是这个 人家找工作的时候 越来越到后面生活当中的一些很关键的这些key moments 不是说能搞出来的 对 不是说搞一搞啊 或者没事就怎么着一下 是吧 问给David就行了 对 就不行 对 对 对 我是这样觉得啦 就是 你找工作这个整个经验 对一个留学生 国际学生来说 是一个 应该是说他们人生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真的一个 真的挑战 真的挑战 对 因为你来美国读书 然后可能在学校的环境 然后去读大学 在大学里面的环境 可能会比较受保护的 真正开始找工作的时候 真正的就是踏出你人生的第一步 对 那个时候没有人保护你的 没有人去帮你的 那个时候 全部东西都是自己去争取的 那个时候其实他受到的压力会很多 但是他学到的东西更多 那我觉得对他未来原生其实是很重要 对 比大学本身还要磨练 对 你把找工作这件事当成一件事做 比大学的任何收获都大 真的 真的 那Brian 最后我想close 就是咱们给咱们的这个同学 现在学生啊 本科生不管是大一大二的在找internship的 还是研究生找工作的 就是具体的今天关了这个视频 你现在应该就去做什么 我觉得 我先开个头 就是你现在拿着简历去你的career center 约时间 说你帮我改我这简历 然后repeat three times 你找三个人帮你改这个简历 你看他们都改哪 或者他可能改了一遍又改回来了 那可能这儿是不太重要的 但是他们都关注这个东西 一定要有一个专业的人士帮你改简历 因为简历上面的格式字体语言说什么重情重点在哪 是孩子不会把握的 对 是吧 你没有工作经验你不知道 你工作的时候你才知道 所以你现在是完全是不懂你要找懂的人 对 我觉得还有就是拿多一点interview的机会 对 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 对 你的resume可能不是最好的 或者你的gpa可能现在不是最好的 没关系 努力的去拿到一个interview的机会 对 其实就跟你去打篮球一样 你一定要落场打 对 摸的球就行 对 你才会有进步的 对 你甭管能不能投进去 对 就先打 我跟你说 我讲 我这个是真的很重要的 每一次面试你都会学到自我的很多东西 你回家你反思你会想到很多 我应该这样应该那样 你会发现很多都进步自己 当时我把theory干到什么呢 只要是工作我都深不管哪一系的 不管干嘛的 对 所以有一次最狼狈的是我去了 然后是一个高级coding的 对 让我们写code 然后坐完大午做了五分钟 你知道吗 我都没学过那个语言 对 然后像我说我实在是 我给白纸就交给他了 对 无所谓是吧 你能交流上你就要最大花那个交流的时间 对 就算你去加我朋友 对 多加好友 多说话 对 就不用是非得找工作的情况 对 把握每一个机会跟人家交流 把握每一个机会去improve你自己 对 你要想就是我在这应该还能再怎么好一点 对 说的好一点是听的好一点是怎么方便 对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全部的话 其实都是一个人的心态 他到底这个决心有多大 如果像你说的这个人是比较佛系的 他是佛系比较不care的 然后其实你跟他讲这些 他都比较难去把握 他是比较难去实体的实现 然后他进入一个状态 不是他本身的那种状态 对 对 对 第一个就是讲英文 讲英文 对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aggressive 第三个就是aggressive的时候 同一时间大家要think outside the box 然后第三个就是真的不要放弃 然后现在关了这个视频 你就去找人给你改你的resume 找三个人给你改你的resume 然后争取到所有可以得到面试的机会 跟你的行业有关无关没关系 对 面试 而且我觉得就是最大的打击是 你都面试到最后一轮他不要你 你可能觉得这个时候我真不行了 你看我都那么近了都不行了 这个是很正常的 面试完了至少我感觉 我可能情商不够够 我面试完了他距我的更多 我很容易进行到面试那一段 面试完了反而没有了 这个也是你要尽量的总结 就是到底面试出在哪 面试问题出在哪 我当时还有一个就是 应该找一个年龄大的mentor 有工作经验他持过席的面试你 对 他认真的他喜欢你的 他会很认真的给你点advice 对 面试你 这样他会帮助你揉你的思想 因为你作为一个22岁23岁一个孩子 你毕竟不知道大人觉得什么重要 你光闭着眼睛说你觉得重要的东西 可能搭不上那个乔 对 我同意 希望这个对大家能有帮助 如果有问题的话给我们留言 他非常靠谱 在这个留学经验这个领域已经六年了吧 六七年了 第六年 非常非常有经验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留言 那我跟David都可以回答 那记得要share 微信 youtube 不同的channel 这是我好朋友David 多谢多谢 太谢了太谢了 谢了 谢了谢了 Alright Dude man That's a wrap yo Dude this is good